这个春天到了 这个桑树花就开了 我在肩上看见了有人在卖这个桑树花 我问他怎么用 他说用来泡水喝 他还跟我讲能够治疗治疗什么的毛病 我赶紧回家查了一下资料 但是这个桑树花的药用架子 却没有查得到 所以这个桑树花 用桑树花来泡水喝来养生 是不太靠谱的 来大家看这个就是桑树花 这个是桑树花 这段时间这个桑树花就开了 这个桑树它是要开花的 大桑树它全身都是薄 它的这个叶子就是桑叶 有疏散风热 清肺润燥灶 清干明目的功效 阻止风热感冒 肺热潮壳 头晕头疼 木刺眼花 肩服五到九克 外用来煎水洗眼 大家看这个呢 这个呢是它的这个桑树 但是呢现在还没有成熟 刚刚才这个长出来 这是它的桑果 它变成那个红色 然后再变成黑色的时候 就可以吃了 桑果呢 它是一个可以当水果吃的 它的这个果就是桑树 有知音补血 身经润造的功效 主要治疗这个肝肾阴虚 悬瘾耳鸣 心肌失眠 虚发早白 内热消河 这个呢能用来肩肤九到十五 另外呀就是它的这个桑枝 就是它的枝脚 有窃风 窃风湿 避痛 关节酸痛麻木 用来肩肤九 桑树虽好 但具体的病情呢 还需要资讯当地医生 在医生的指导下运用 我是龙明 也是一名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 记得关注我们 拜拜